《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開幕 今天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開幕 很高興能夠來到臺中 跟大家一起參與這場體育盛會 藉這個機會 我要感謝臺灣體大許光彪校長 率領執行委員會和臺灣體大師生 用超過一年的時間來積極籌備 讓所有選手有完備的設施和場地 可以展現平時辛苦備戰的成果 全大運開辦超過50年 不僅具有歷史的意義 我們的體育訓練成果 也在各項國際賽事擁有亮眼的成績 像是我們前年在東京奧運 得到二金四銀六銅 創下歷屆奧運最佳的成績 去年的杭州亞運 金牌數追平了對死最佳的成績 還有成都四大運 獲得十金十七銀十九銅 創下境外參賽最佳的成績 我們的選手們在國際體壇發光發熱 不僅團結了臺灣 更讓世界看到了臺灣 為了厚值臺灣的體育實益 過去八年 我們持續提高體育預算 投資 體育設備和建設 並且透過體育推手獎 租稅優惠等措施 積極鼓勵民間投資體育 今年我們整體的體育經費 就如同我們剛才部長所講 已經比八年前成長了一倍 去年我們也成立了運科中心 以科學專業建構優質的運動資源及照護體系 現在運科中心和國訓中心共同合作之下 選手可以獲得更強勁的支持 提升臺灣的體育量 這次的全大運中 也有許多選手即將代表國家 前往巴黎參加奧運 除了祝福參賽的選手 都能夠為自己和國家爭取最高的榮譽 我也希望各位選手 能夠透過這次的全大運 相互切磋 一起進步 我相信各位都已經準備好 要挑戰自我 努力脫穎而出 祝福大家能夠創下最好的成績 在這裡 我要宣布 今年的全大運正式開始